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边叫他每天按摩 那按摩到一个礼拜以后 他就回来跟我说 他的睡眠已经明显地改善 最怕的就是 你如果用水煮的话 只喝那个水 然后把枸杞倒掉 哇 那就糟糕 那叫白痴了 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呢 或是你在听音乐的时候 你就这样子做 他对我们的脊椎非常非常的好 我顿一下 其实顿着一下真舒服 他你这个脊椎就被撑一下 好像在做那个拉的那个运动 任意地旋转一下你的眼球 那你会发现呢 你手下按的这一块肌肉呢 它是会有一个微微的跳动 是啊 你就会觉得呢 这个滚筒在按摩我们的那个 胸椎两边的肌肉 就是所谓我们高肓痛的这个部位 这个睡眠不好的人 常常会在这个神门区 灰条黑色的静脉从这边经过 那其实我们这里可以诊断 也可以治疗 所以来你睡觉的时候呢 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按摩 然后手的话可以这样子 前后呢用指腹的话 轻轻地从这个地方去按摩 用薄荷在这边涂抹 含有薄荷的清凉油在这边涂抹 可以 然后第二个 就是耳朵后面的降压钩 它不但可以降血压 而且还可以治疗失眠 这边后面的这个降压钩的地方 在耳垂这一排后面 有五个自失眠的穴位 叫做乾坤县的地方 有没有生病院长说 看耳朵就知道 今天就是柔耳法治百病 哇院长 柔耳养生助长寿 这两个真实个案是您特别去拜访 一位是陈立夫先生 103岁 另外是张俊中医师 您帮我们分享这两个故事吧 那陈立夫先生呢 大概是我2000年的时候去拜访他 那时候我在中国药大学当医师的时候 他刚好100岁 所以这上面有一个这个八仙助寿的这个匾额 在这个地方 那他就跟我讲 一定要特别按摩耳朵 他每天大概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呢 按摩他的全身 一个小时喔 是 每次洗完澡以后 然后他会按摩全身 特别是交代一定要按摩这个耳朵 那按摩耳朵呢 刚好有我们身体相对应的很多很多的穴位 那张俊医师呢 张俊医师他今年已经107岁了 现在还在看门诊 他的诊所还在我们的忠孝东路那边 所以我这上面的签名是 大概几个月前去请他签名的 这是在两年前我去请教他的时候呢 他也跟我讲 我们一定要梳头发 要按摩耳朵 这是最好的养生的方法 好 院长就要告诉大家 耳朵其实是对应到 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 或许您可以拿相机拍下来 假设你看这个耳垂相当于是头面部 耳甲腔相当于是胸腔 对 这个就叫做生物全息规律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小的地方 会对应到我们全身 它就像是一个倒置胎儿的一个图形 比如说这个耳垂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头面部的地方 那这个耳甲腔呢就是我们的胸腔的地方 那这个耳甲腾呢是我们的腹腔 那这个三角窝呢就是我们的骨盆腔 那后面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脊椎软骨的地方 这样子就是对应到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 所以我们只要身体有哪些毛病就可以看耳朵 身体有哪些毛病呢就可以按摩耳朵来治疗 好 院长您旁边有一个耳朵的模型 所以假设我现在我说我要按我的耳垂 按耳垂这个部分通常是按到 这里很有名的一个叫做眼区 这个眼区呢就是对我们眼睛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呢 这些常常在滑手机或是看电脑的这些人呢 一定要常常去按摩你的耳垂的地方 这个耳垂就是我们的头面部 所以按摩耳垂呢不但按摩到眼睛 还有按摩到我们头面部的相关的一些穴位 你有生病吗 我看你的耳朵就知道啊 失眠患者 心脏有问题的患者 跟耳朵退化的患者 其实是会呈现在耳朵上的 对 那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三个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 像这一个呢 这是一个失眠的一个女生 然后她心脏也不是很好 所以在她的这个耳甲腔的地方呢 会有一颗凸起来的东西 后来她失眠好了 心脏也比较好了以后 这颗凸起来的地方就消失不见了 那像第二个这个图呢 它比较垂直 所以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呢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如果这个耳垂有一个很垂直的一个线 特别是年纪大的这个病人呢 这个就是心脏比较不好的病人 我们通常称这个叫冠心沟 那年轻人呢 如果有出现这一个 第一个要注意心脏 第二个是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压力过大 又是压力 对 所以如果压力过大 或心脏不好的人 你就可以从耳垂这边看到 有一个垂直的一条线 那第三个图就是耳鸣的病人 如果是耳鸣的病人 在耳垂呢 会有一条比较平行的一条线 这个就是耳鸣的病人 那这个诊断力呢 大概有到七成到八成 甚至最近三种的一个耳鼻科医师 才传了一个杂志 叫做新英格兰杂志给我 这个是在医学期刊里面 常常发表的一个线 所以它的诊断度很高 只要我们门诊里面看到 有病人有一个比较平行的 耳垂的一个勾的时候 那就可以很确定的 他耳朵已经开始慢慢在退化了 所以从耳朵里面 就可以看到很多身体的一些毛病 院长 所以我们想说 奇怪 女色中医师是会算命吗 原来你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得出端倪 好 那接下来 我请院长拿模型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仔细来看 揉耳致百病 假设您失眠的话 院长 您告诉大家 是要揉哪里呢 请您拿模型了 对 好 那一般呢 如果是因为社会压力实在太大 所以根据统计呢 我们台湾呢 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失眠的病人 我们这里有一个三角形的凹窝 三角形的凹窝的后面的这个尖端的地方呢 有一个叫做神门穴 神门区 神门区的地方呢 这里就是我们针对睡眠最好的最好的一个穴位 甚至呢 它可以疏解压力 所以针对忧郁症或是躁愈症的人呢 这个穴位也有很大的帮助 那你可以用手轻轻的在这个地方按摩 或是很简单的 你就用含有薄荷的这个些清凉油 在这个地方把它擦一擦 那因为薄荷里面 它虽然你感觉凉凉的 可是呢 它有很好的活血的作用 就是对我们这个穴位做按摩 所以一般呢 只要凉凉的地方还没退呢 很多病人就已经睡着了 真的喔 是 好棒吧 是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失眠就是按那儿就对了 对 神门穴 好 再来 坐骨神经痛 请问按哪里是对儿伦的下角 可是为什么它是臀啊 对应的是臀喔 没错 应该是这么说 我们这边是坐骨神经 对 这边是坐骨神经 那这边是臀躯 这边是臀躯 臀部的地方 那这边是腰椎 所以这一区呢 整个都可以按摩下来 从这个腰椎到臀躯 到这个坐骨神经 这一区 因为我们的坐骨神经 刚好就从我们的腰椎出发 它会痛到屁股 痛到大腿 还有痛到这个脚的地方 所以我们只有坐骨神经痛 我们要从这一区 腰椎这一区的地方 开始按摩到这个臀躯 然后按摩到这个坐骨神经区 您自己坐骨神经痛15年 所以你自己就按这个位置 我常常按这个地方 你什么时候按 耳朵它有一个好处 它随时随地都可以按 只要你在坐公车 或是你在等捷运 或是平常站着坐着躺着 随时随地都可以按 而且它也不按 没有次数的限制 比如说你那边没事的时候 一边看电视的时候 一边就可以按摩你的耳朵 好棒喔 院长 我这个手针 也是有一个医师送给我 那时候我就会想说 这是要干嘛用的 那如果说我拿手针来 像你刚刚教的 这一个坐骨神经区 我去搓它 这样也可以是不是 可以 也可以 睡眠区我去搓它 像这个就是牛角的 那你那个就是金属的 这个可以做诊断 我们就在耳朵上面这样滑动 慢慢滑动 如果滑动到痛的地方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原来是这个地方 身体里面失去的平衡 它会反映到痛点 那反映到痛点的以后 你可以用这个地方 轻轻的按摩这个 你感觉到痛的地方 那你如果因为这个太尖了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点点不舒服 你可以用一个比较顿的面 去按 就比较不会那么疼痛 因为压力没那么大 真的耶 那观众朋友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 没有关系 双手万能 用我们的手指的指腹 就轻轻地揉它就好了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失眠 所以我就要教这个医师 住院医师跟实习医师 我就跟他们讲说 这里是神门区 结果我手一碰到他的神门区以后 病人整个跳起来 我跟住院医师 实习医师全部被吓了一跳 因为他很痛很痛 后来我就没有帮他贴 耳针跟耳洞 我就牵着他的手在这边 叫他每天按摩 那按摩到一个礼拜以后 他就回来跟我说 他的睡眠已经明显地改善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 没有这种器具的话 那我们就用我们的手指的指腹 而且是最舒服的方式 就直接去按摩我们这个地方 长知识了 干开窍于木啊 是 所以你说你有老花 你有近视的话 院长按哪里 修哪里 一般我们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我们耳朵下面的 有一个凹槽的地方 那凹槽的前面有一个叫木一 后面有一个叫木二 然后我们可以按摩这个耳朵的凹槽的部位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耳朵中间 有一个叫做眼区 那这三个是耳朵眼睛不好 最常按摩的地方 一个是木一 一个是木二 那一个就是眼区 那只要你眼睛不好的人 你每天从凹槽这个地方按摩 然后慢慢慢慢滑动下来 滑动到这个眼区的时候 然后这样子做揉按的动作 哦 就揉它 对 那所以我就会教病人就是说 你看完手机 或是你看完这个电脑以后 眼睛会非常疲倦 所以你就一般眼睛闭起来 做眼球的运动 那再来你可以按摩眼睛的周围 跟按摩这个木一木二 跟这个眼区 这样对眼睛非常非常的好 我有一段画面 我们请导播边扔我们来看 我特别请院长拍的 你看院长对不对 是是是 然后慢慢的再往中段 对对 然后再往下段去走 因为肾开窍于耳朵嘛 好坏跟肾是息息相关的 是这个样子嘛 是是是 那这个耳朵呢 耳朵我们中医讲说 肾开窍于耳朵 所以一般我们肾脏不好的人呢 耳朵也会退化的比较快 所以我们就会跟病人讲说 你可以平常的时候 多吃一些补肾的东西 那如果说刚刚那些穴道啊 我真的记不起来 院长说有一招最简单的 叫做一招按摩法嘛 就是刚五片所看到的 那一招按摩是我 这二十年来看病人的时候 我教他们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那一般是以顺手为原则 比如说在耳朵的上半步的时候 耳朵上半步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用这个手 轻轻的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用手轻轻的在这边 做抚摸的动作就可以了 那抚摸的动作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到我们自己会起 极皮疙瘩的那种程度 其实就对睡眠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它有镇静安神的作用 先用抚摸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了 然后慢慢的一定以顺手为原则 轻轻的揉按 因为以中医的观念来讲的话 我们在按摩穴位的时候 是达到平衡的概念 所以在上半步用轻柔 顺手为原则 然后在下半步的时候 一样也是转过来 用顺手跟轻柔的方式 这样子会有达到 最好最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就是我20年来 把它整理到一个最简单的 按摩耳朵可以预防疾病 可以治疗全身的疾病的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您看院长整理出来 耳朵上半步 耳朵下半步 然后这个叫全耳朵按摩 一天两次一次三到五分钟 来再送一道 说是补肾葱耳汤 是今天带来的这一些吗 对 比如说我们中医里面在讲 当你吃了一些药毒的时候 你就要喝一些绿豆汤 或是喝一些黑豆汤 它还有解毒 还有补肾的作用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山药 山药就是健脾补肾 这个对肠胃的消化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对肾气也很好 那另外这个就是大家很知道的叫熟地 因为一般我们的四五汤里面就有这个熟地 所以它有知音补血 还有补肾的一个作用 就在这 补肾葱耳汤材料就是黑豆啦 山药啦 熟地生姜 羊肉适量 功效就是补肾健脾跟滋阴补血 这是院长送给大家的一道药方 不只如此 刚院长不是讲吗 坐骨神经痛 十五年没有再复发 那我们就说院长 那你是有做什么操吗 他说有 八段颈第一式的改良版 对 就是一招伸展 所以我 因为我们在看门诊的时候 有发现颈椎 胸椎跟腰椎 生病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那门诊每天几乎都有 那我自己 以前也有做骨神经痛 也看了医生 也吃药 甚至请我的学生帮我针灸 他都会缓解 可是呢 他后来都还是会发作起来 后来我想尽了办法 原来自己做复健的运动最好 所以我才写了一本叫做 一招伸展 那在门诊里面 有遇到两个老年人 一个是他 住在我的诊所的隔壁 只有两百公尺 他是坐计程车来的 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走路 那他坐下来的时候 就说哇 他快死掉了 没有办法去美国看孙子 那看遍了所有的心脏科的主任 还有很多中医师 效果都不明显 那我就看他很奇怪 他为什么 整个被驮得很厉害 然后又看他耳朵的脊椎暗沉 非常非常的暗沉 所以呢 我就认为他有脊椎的问题 所以我开了一些中药 然后帮他针灸 然后交代他呢 每天回去要做伸展运动 那后来半年以后啊 他现在竟然每天都可以游泳到 五百到八百公尺 而且全台北市啪啪罩 都跟我介绍哪边有好吃的东西 对啊 还有一个就是已经九十几岁的这个老子 我也是帮他针这个脊椎 然后叫他做伸展运动 结果他说 吴医师 我们两个有同感 因为他已经做伸展运动 做了二十几年了 那这个九十几岁的老子呢 他现在全世界到处玩 还玩了六十几个国家 他每次从国外回来 都会带一点小点心来给我吃 表达谢意 对 他也是 而且他在全世界 教人家做伸展运动 已经九十几岁了 他走路呢 还不输年轻人 那这一招当然非学不可了 是 是 是 所以我们现场有位美女医师啊 蒋医师 是 欢迎蒋医师 因为院长要请蒋医师 一起来教大家 这一招伸展法 到底要怎么做 来 好 我们先将手交叉 交叉放于小腹前面 放很轻松 然后双脚与肩同宽 双脚站立与肩同宽 那如果是年纪大的人 我们后面可以靠墙 如果年轻人的话 一般就不用 那双脚与肩同宽 然后慢慢慢慢吸气 到胸口的时候 翻掌吐气 往上 好 手往上 然后这样子伸展 然后你会感觉到 颈椎 胸椎 腰椎 是往上撑的 那眼睛往前平视 收下巴 然后一定要自然呼吸 然后年轻人还可以把脚垫脚尖 那如果脚酸了以后 就可以把脚尖放下来 然后千万不要跌气 一定要自然呼吸 那如果年纪太大的人 就不要垫脚尖 因为我怕它会跌倒 那手往上拉 这样不但按摩到我们的手掌的 两百多个穴位 也按摩到脚底的两百多个穴位 而且呢 也把十二条经络 整个都拉开 那当手酸了以后 就慢慢把手放下来 吸气 然后到胸口翻掌 吐气 慢慢把手放到小腹前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 很简单的一招伸展 可以站着做 可以躺着做 还可以做一个屈膝的动作 对 因为它好像做不到三十秒 你的上半部开始麻 觉得血液循环 我有一套进阶版的VCR 我们一起来分享 慢慢吸气 并将手往上举 吸气 到胸口以后 翻掌 吐气 引体向上 眼睛直视往前 微收下巴 尽量将我们的颈椎 胸椎 腰椎往上牵引 用一点力量 自然呼吸 不可以憋气 酸了以后 再放下来 在做的同时 千万不要憋住呼吸 休息够了以后 再吸气 翻掌 吐气 一朝生长 如果每天多少 说一下 所类的时候会排气 肚子会在流动 所以这个是帮助消化 好 再来就是说怎么喝呢 院长我过去全喝错了 姑娘 我们家冰箱都有 你打开冰箱其实都有 可是院长说你这个是 务必连同果子 种子跟果肉要一起服用 才会见疗效 是 这个 这个是我很自豪的 我自己读到医学博士 然后我现在当教授 在学校教书 我到现在眼睛都还很好 还没有近视 没有老花 所以我自己没有戴眼镜 我大概就是从 国中的时候 我就开始吃这个枸杞 但是很多人吃枸杞 都吃错了 一般我们这个枸杞 不管你是干吃 还是你煮开水 还是你泡茶喝 你一定要记得把汤喝完以后 然后把这个枸杞的肉 跟枸杞的籽 一起把它吃下去 因为它里面的所有的营养 它的胡萝卜素 它的这个维他命A 还有它的矿物质 都在这个果实跟种子里面 甚至我一定要教观众朋友 它你在那个枸杞 在我们的口腔里面 一定要用这个牙齿 细细的把它咀嚼 咀嚼得很细很细 要去嚼它就对了 对 然后嚼很细以后 再吞消息 而且因为我们的口腔里面的 这个脱衣里面 有很多的消化酵素 如果这个营养经过我们的口腔的 消化酵素 还有胃的消化酵素 完全吸收以后 它真的对一般我们讲 枸杞有很好的补肾的作用 每天就煮15克到30克的枸杞的话 一定是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像我一样 我现在眼睛都还没有近视 没有老花 好 院长教大家 怎么煮这一道呢 其实放电锅煮也可以 我们来看BCR 比较没有病人的时候 我就拿一些枸杞就干吃 那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可能就会抓个两把 然后放到电锅里面 直接用电锅煮 然后当茶饮喝 那现在已经变成生活的一种习惯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的眼睛还保持得还蛮好的 还没有戴眼镜 最怕的就是 你如果用水煮的话 只喝那个水 然后把枸杞倒掉 哇 那就糟糕 那叫白痴了 所以一定要把 记得就算用水煮的话 也要用那个 把枸杞的肉跟纸呢 完全把它吞咽下去 然后这样子才会有它的疗效战 有一个真实个案 有办法让失明的患者 重见天日吗 是 所以这个真实个案 它治疗前是眼皮打不开的 它眼球不能动的 对 这个病人呢 他因为车祸 所以他撞到到幼前额 幼前额整个凹陷下去 所以后脑勺的视觉区也受伤 那它刚开始来的时候 这个眼球偏到右边了 而且这个眼皮打不开 那我们把它的眼皮打开的时候 它是失明 这一眼是失明的 那后来我们开中药给它吃 那也帮它做针灸 那一般我们常用的头皮针 还有眼睛周围的所有的血纹 也都帮它针 那大概过了半年以后 慢慢慢慢的眼睛呢 眼皮就打开 而且眼球慢慢从这个右边呢 移动到中间的地方 就可以正常的活动 那视力大概恢复到八成 再来是院长要教大家 这一招叫做神龙摆尾条脊椎啊 是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人坐姿都不好 或是长期的坐着 或是一些姿势不正确 所以脊椎会有侧弯的一些问题 那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我们 譬如说我在看门诊 平常没有病人的时候 我就在我的诊间里面 做一个简单的动作 那一样我们站着呢 双脚与肩同宽 然后稍微把屈膝 这个地方有训练到我们的小腿 跟这个股市头肌的一个力量 所以还可以预防这个膝盖的退化 那如果年纪大的人的时候 先不要太大的角度 就一般的这样子的转就好了 这样子的转呢 它不但动到我们的十二条经络 而且在我们的任督二脉呢 那你在转的时候呢 这个一样 收下巴四也要往前 头不转就转身体 转身体 那年纪大的人 你刚开始这样做就好了 因为太大的角度会受伤 然后慢慢慢慢热身以后呢 你要稍微把手呢 往上排 非常非常轻松的往上排 这样不但拉到了 我们的十二条经络 跟任督二脉 总共十四条经络 而且在我们的脊椎的肌肉呢 跟血管呢 会一个很好的一个血液循环 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呢 或是你在听音乐的时候 你就这样子做 它对我们的脊椎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做完这个动作以后 一下子就会满身大汗 等于对十二条经络 像我们这手拍到的 就是我们的胆筋 还有膀胱筋的一些 胆筋还有三条手筋的地方 然后呢 做完这个动作以后 再做伸展运动 顺便把我们刚刚的十二条经络 全部拉开 它对脊椎真的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的脊椎很健康的时候 所有的神经跟血管 供应到五脏六腑 它就很健康 那你的身体就会很好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神龙百尾调脊椎的一个动作 学到了 长知识了 稍后继脚书房 任意地旋转一下你的眼球 那你会发现呢 你手下按的这一块肌肉呢 它是会有一个微微的跳动 有耶 在额甲挺的 尖端的上面的地方 这个叫大肠躯 顿一下 其实顿着一下 真舒服 它你这个脊椎就被撑一下 如果这个耳垂 有一个很垂直的一个线 特别是年纪大的这个病人 这个就是心脏比较不好的病人 我们通常称这个叫冠心沟 慢慢慢慢滑动 如果滑动到痛的地方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知道 哦 原来是这个地方 身体里面失去的平衡 在这边叫它每天按摩 那按摩到一个礼拜以后 它就回来跟我说 它的睡眠已经明显地改善 最怕的就是 你如果用水煮的话 只喝那个水 然后把枸杞倒掉 哇 那就糟糕 那叫白痴了 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呢 或是你在听音乐的时候 你就这样子做 它对我们的脊椎非常非常的好 我顿一下 其实顿着一下真舒服 它你这个脊椎就被撑一下 好像在做那个拉的那个运动 任意地旋转一下你的眼球 那你会发现呢 你手下按的这一块肌肉呢 它是会有一个微微的跳动 是啊 你就会觉得呢 这个滚筒在按摩我们的 那个胸椎两边的肌肉 就是所谓我们高肓痛的这个部位 松开筋膜我们欢迎好久不见 谢谢李璇姐姐欢迎你 你早起来 以及副健科医师 图立文医师好 你好 李璇姐 你好漂亮 古典美人 然后七十福奇 那个时候是台湾电视史上 一次的大轰动 而且您最近也都在拍戏 接了一部新戏挑战 叫做等奶奶回家 这是演技大挑战 我没有演过那么重病的人 因为心里面诠释的是 罹患巴金森视症 还有肠胃观 对 我觉得最令人感动是什么 院长 图医师 李璇姐她是在 新店慈祭医院当志工 那时候我们演艺人员 成立一个医联会 谁有空谁就报名 很荣幸也是 在那边学习很多 看到很多 我们到新店慈祭医院 看得到李璇呢 我是每个月才去医次 我们一日移工 你好棒哦 而且您跟丁强大哥 牵手四十年 哇 我本不记得 那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昨天 有什么哲理吗 听说是放弃我执 以对方为主 这倒是 这倒是 要不我妈不是说吗 那一个巴掌还不行 你就是顺着她一点 人家她也不会害你 要不然她怎么 要不然你为什么嫁她 她也不会害你 所以别跟她吵 别跟她闹 就这么回事 就这么回事 牵手四十六年的 《婚姻之道》跟哲学 波威姐姐 因为之前是京剧嘛 您是学京剧出身 你拍过很多部的 这个武侠电影 那个时候是不是身体搞坏了 所以你有严重的骨刺 我都不知道我有骨刺 一直到上半年吧 我才去 因为太疼了 正好 她才告诉我有骨刺 才照了骗子 以前我腰酸背痛 我都以为女人家 腰酸背痛嘛 天经地义嘛 人人就过去了 结果这次照骗 她才告诉我 哎哟 你这么严重的骨刺 好在你没有骨质疏松啊 否则的话 我是蛮严重的 对 因为医生诊断 它是严重的骨刺 那个时候好像说 你连刷牙都没办法刷完了 对 很痛啊 因为会酸嘛 结果弟妹教我 你酸的时候 你就半蹲着去刷 好像也没有用的 不过最近好多了 后来姐姐是如何寻找到说 你就去做甩手工啊 有一个自救法 这个方法 其实这个甩手工 已经是国民运动了 只是我当时也没在乎 后来听到几个朋友 他们做得蛮好 我就再把他找回来 我自己开始的是十分钟 就他们说要半个小时 其实这比较好 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开始 我就做了 是有好处 做了以后真的 我要就走路就舒服多了 还好姐姐她没有骨质疏松吗 是 是不是这么说 是因为你如果骨质疏松的话 那个骨头慢慢慢慢会越来 地心引力的关系 我们人那个骨头都会越来越扁 那那个神经孔会越来越小 那疼痛感就会越来越明显 我们可以请李玄姐帮我们示范一下 你的甩手工通常都是怎么练习的吗 这个国民运动大家都会的 我做五下给你们看 五下 而且刚刚姐姐有讲 她说她每天大概是做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其实她就是 现在原来讲 与肩同宽 然后手轻轻地甩一下 一二三 就是五下你要顿一下 然后那个气顺下去 就这样 一二三四五 顿一下 其实顿着一下真舒服 你这个脊椎就被撑一下 好像在做那个拉的运动 所以还蛮不错的 试试看吧 这是国民运动 国民运动 其实院长这个就是跟 他的骨刺和平共存吗 应该是 对 独医师您这边能补充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 甩手工的注意事项包含哪一些 甩手工其实是蛮适合 我刚刚做的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那有几个重点 因为我有一些病人也是 有练甩手工 效果非常好 可是有时候甩得太用力的时候 肩膀肌肩会发炎 所以我们要记得 甩的时候要挺胸 因为如果你的 有点夹胸的话 甩过来的时候 这肌肩会有点夹挤到 肩膀肌肩特别容易发炎 所以做甩手工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胸膛打开 这样比较不会让肩膀的肌肩发炎 其他就做得非常好 都做得非常好 对吧 为什么会有骨刺涂衣食 骨刺的行程 大部分是退化导致的 就是说这个关节 我们使用这几十年下来的时间 一定会磨损 每天拿它来弯腰旋转身体 所以压力太大的时候 如果我们压力 比如说坐着姿势不良 驼背 或是有些人喜欢翘脚来做的话 压力会集中在我们的脊椎关节 那我们脊椎为了适应这件事情 它就会多长出一些骨刺 去减少这个脊椎的压力 那其实我们看这个模型就知道 正常我们脊肩盘的高度 应该是这么的高 这么厚 那等我们压力增加的时候 脊肩盘被挤压 那它的边缘慢慢就长出一些小骨刺 那在更严重的时候 骨刺就越来越大 骨刺长在这个方面 不是那个方面 两边都会长 其实它的这个侧面 后面会长 前面会长 整圈都会长 但是呢 长在后面的这边的骨刺呢 容易刺到神经 那就会产生一些 坐骨神经痛 脚麻这些症状 我发现我最近没有麻 但是会凉 会凉下去 这种麻刺 垫 或是有人形容像是 蚂蚁在爬的感觉 灼热感 这些很多都是因为 骨刺已经刺到神经了 对 那就这个模型来说的时候 这个孔洞这么小的时候 神经被夹击到会非常的疼痛 那像李玄姐 刚刚做这个甩手的运动 它有一个动作很好 就是有点蹲下 微蹲的感觉 那的确是可以把这个 椎间的这个孔洞 稍微打开一点点 撐开了 那你就会觉得蛮舒服的 对 真的很舒服那一下 对 甚至现在骨刺是三十岁 也有这样的年轻案例 现在门诊就是大概三十几岁 尤其是像那种电脑工程师 软体工作这种 每天都这样驼背打电脑 下巴又突出来这种 那他们就长这儿了 不是长腰了 对 大部分年轻的从腰 从脖子开始长起 好痛喔 对 因此 涂医师说 大家要做一件事 叫做肌筋膜放松 什么是肌筋膜 它的位置是在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肌筋膜 以前西医的解剖学概念 比较强调肌肉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部分 那我们其实都知道有筋膜 就是你去买这个猪肉的时候 看到中间很白白的这个部分 叫做筋膜 那我们现在把这两个东西 合在一起讲 叫做肌肉筋膜的组织 所以简称叫做肌筋膜 那这个肌筋膜很容易紧缩 紧绷 产生疼痛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些伸展 或者是用滚筒的自我按摩 去减少这种肌筋膜的紧绷疼痛 有两招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觉得非常的神奇 来 各位 涂医师说你要去动你的眼部肌肉 而且要把手放在哪 风驰穴 就是中医的风驰穴那是不是 是 结果怎么会 真的是 也就是说你去做眼部的运动 你可以松缓你的脖子的紧绷 对 这个肌筋膜就很神奇的地方就是 它连接我们身体贯穿全身 其实跟中医的经络很像 它是无处不到 无孔不入的 那有一些连结呢 我们觉得很神奇 像我们示范一下这个 眼睛跟我们后颈部的肌肉这边 我们把手放在我们后颈部这里 就是风驰穴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我们闭上眼睛呢 你把你的眼睛往右边看到底 往左边看到底 往上 往下 你去或者是任意地旋转一下 你的眼球 那你会发现呢 你手下按的这一块肌肉呢 它是会有一个微微的跳动 是啊 这个动作其实你觉得 你只有在动眼球啊 可是为什么这个颈后方的肌肉 会随着动作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筋膜的相连的概念 有没有动作 真的有 因为它是一条线上 好像有 好神奇哦 其实会这样 就是在弹我们的手这样子 有耶 对 所以当我觉得我很紧绷的时候 做刚刚这个 涂一失胶的那个护眼运动 我就可以让我的很紧的脖子 稍微松一下 是 有一些小道具是个弹力带吗 弹力带是我们现在拿来训练筋筋膜 非常好的道具 不会受伤 比较不会受伤 比如说我们如果去健身房 去拿一些重量 常常会因为这个重量 做得太重受伤 那这个弹力带的好处是说 我们施多少的力量去拉它 它就给你多少的回弹力量 所以才不会说因为过度的训练 去拉伤我们的肌肉或筋膜 这个也是弹力带 这是一个环状的弹力带 所以有比较方便做一些 你就不用把这个弹力带打结 其实是比较方便的方式 所以这两种都是 现在很常使用的训练方式 有几套 我要请这个徒医师来做示范 也请各位观众朋友 您可以学起来 像大家都有膏肓痛 徒医师说 你拿滚筒 放松背挤 还有不是有这个 膝盖退化性关节炎吗 刚刚讲的弹力带 那这个肩颈僵硬 弹力带也可以用得上 骨刺 姐姐的骨刺 引发腰痛 徒医师说 请您做巧试 接下来我就请徒医师来做示范 现在帮大家示范 高肓痛怎么用滚筒去放松 那滚筒呢 大家可以选软一点的材质 不要太硬 那因为放在胸椎上面 会比较不舒服 你可以把屁股微微的抬起 然后前后的滚动你的滚动 你就会觉得呢 这个滚筒在按摩 我们的那个胸椎两边的肌肉 就是所谓我们高肓痛的这个部位 那如果这个动作对来说 有点吃力的话 可以把屁股放下来 我们就是用慢慢的爬行 这样就可以了 那大部分的人 都可以做到这个动作 那记得呢 滚筒呢 不要滚到这个 太靠近腰椎的地方 腰椎会受伤 所以我们在胸椎的地方 前后上下的滚动 那下一个动作呢 是示范 膝盖疼痛的话 你要做这个弹力带的伸展 跟训练 那一般我们躺下来 把这个弹力带绕过你的脚 躺下来的时候呢 第一个是 你可以做一些轻微的训练 可以把脚伸直 再后缩 伸直再后缩 这是训练我们的 大腿前侧 股四头肌肉 非常好的动作 那另外伸展的话呢 你可以把脚打直 然后弹力带往下拉 那这样子呢 可以觉得 我们小腿的后侧呢 跟大腿后侧呢 有个紧绷的感觉 伸展到整个这个 大腿小腿的后侧 这是对退化性关节 非常好的运动 第三个呢 我们肩颈僵硬的话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 上背部的肌力训练 藉由肌力训练呢 来强化我们背部的肌肉 你的肩颈的酸痛 就会觉得比较改善 所以呢 你抓住 双手抓住弹力带 那往下拉 那你会觉得 两个肩胛骨中间的肌肉在收缩 这样子往下拉 对 觉得背部后部 肌肉在收缩 拉个几下之后呢 你会觉得你的 背部热开来 你的肩颈也会跟着松开 那第四个我们示范的是这个 乔势这个动作 乔势对于所有的脊椎呢 不管是脊肩盘突出呢 或是脊椎长骨刺都非常的好 那这个动作要点呢 是你要先把你的骨盆 松动开来 所以我们会先做一个骨盆后侧 前侧后侧 很像在摇晃你的骨盆这个动作 松开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慢慢地把屁股再抬高 那这个动作的要点呢是 你要注意你的膝关节 髋关节跟肩关节 在最后是呈一直线的 你不要抬得过高 或者是太低效果就不好 那所以呈在一直线的这个部位呢 可以hold住5秒到10秒 然后再慢慢地一节一节 从胸椎这个地方放下来 然后一节一节慢慢放下来 这样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脊椎 一节一节地打开 那这个穴位呢 其实对肠子的乳中 甚至连肠阻塞 效果都非常非常好 李璇姐 您自己过去 曾经有因为便秘的问题 挂过急诊哦 他修死了 Yes 是的 我都在吃软便 那个叫便秘药 我以为我上厕所就好了 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还有问题 结果有一天一大早起来 我也不知道肚子还胃 糖那个药命 结果一直忍啊 就拿热敷然后喝着 我有胃疼 到了下午了还在疼 我就 我现在就带我去 我现在就带我去挂急诊 结果他说我是大便憋的 我修死了 我都不敢跟任何人说 后来听说 他妈妈什么有过这个 有这个毛病 那我已经有发生过 我才敢讲 我心想是太羞了 大便能把人憋着 去挂急诊 挂急诊 院长可以按耳穴吗 耳穴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 这个大肠躯的这个地方 大肠躯呢 就会刺激我们的 肠子的蠕动 那除了这个耳朵的 大肠躯以外呢 我们会教病人平常的时候呢 因为其实 在古时候大部分都是 我们讲说火气大火气大 在便秘 其实现代人都是因为 肠子不蠕动 反而是虚症的病人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去刺激他的 肠子的一个蠕动 所以 我还教病人 常常在我们的肚臍的周围 因为我们的肚臍周围 这边升结肠 横结肠 降结肠 所以一样我们用含有薄荷的东西 只要在我们的肚臍周围这样子 不用快 然后稍微加一点点的压力 然后做这种顺时针的 按摩的运动 像半步 下面 不用比较像 就在肚臍的周围 以肚臍为中心 轻轻的揉按 然后它就会顺着这个肠子蠕动 然后慢慢排便 就会比较顺畅 然后用一点点还有薄荷 一样它还有 帮助血液循环供应 那血液循环供应到肠子 肠子蠕动 它就会比较好 但是千万不要按错边了 拉肚子的时候是逆时针 是非常重要 要记得顺时针 顺时针 对 如果是便秘是顺时针 那如果常常拉肚子 比如说大肠 肠肇症的人 他就要逆时针的去按摩他的肚子 就不会常常在拉肚子 那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穴位 就是叫做竹山里穴 那这个竹山里穴呢 其实我那时候在中国大学的时候 外科医师常常会诊我们去帮他治疗 因为他不能吃东西 打了点滴也没有用 那我们连那个肠子塞住 我们一般叫肠竹塞 现在针这个竹山里穴位 都效果非常非常好 甚至我们有十几个例子 本来应该要开刀的 后来针了这个竹山里穴 他就自然排气排便 就不用开刀了 这是非常全世界很有名的一个穴位 他在这个我们的膝盖关节 下面四个手指 那四个手指以后 你要摸到这个颈骨最高点的地方 最高点的地方往外 一个拇指 一个拇指的宽度 那拇指宽度的外侧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竹山里穴 那这个竹山里穴 因为它比较深层 所以你用手按会很酸 所以我们建议用一个 这个木棒或是牛角棒 或是我们原子笔 圆圆的那个盾头的那一边 然后朝着我们的身体 垂直这样子揉按 那这个穴位呢 其实对肠子的乳重 甚至连肠阻塞效果都非常非常好 因为我们治好太多肠阻塞的病人 我们会建议 我们会建议病人还是要养成一个固定上厕所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中医里面讲 那早上五点到七点是大肠筋 那七点到九点是胃筋 所以上厕所在那个 早上七点 对 那个时间 记起来 那个时候的筋气最强 大肠的气跟胃的气最强 所以如果你养成一个生理时钟 每天蹲三到五分钟 而且要用力 那不能太久 太久会症 学起来 因为您可以帮李璇姐姐按一下她的耳朵吗 可以 如果说像她刚刚讲的那个困扰 应该选择哪一个穴位来按压她呢 就在耳穴里面的这个大肠躯的地方 在耳甲挺的尖端的上面的地方 这个叫大肠躯 OK 这儿啊 就这儿 它就帮助肠子的蠕动 效果很好 OK 这个大肠躯的二家庭的尖端上步的地方 OK 记得那个穴位 每天就是去按压她 好神奇喔 对 就是 是